屏東縣政府跟LINE合作推出的稻田彩繪活動今天登場 彩繪的面積達到了一公頃 而這樣的成果是許多農夫耗費一個月的時間 細心呵護 才能讓熊大 兔兔以及詹姆士 在稻田上玩耍看來非常吸睛 熊大 兔兔還有詹姆士 跳出手機螢幕在稻田上玩耍 屏東縣政府主辦的國際彩道藝術節與LINE合作 製作全球首次亮相的稻田彩繪 還特地打造了9公尺高的看台 要讓民眾看得更清楚 很厲害 超厲害的 因為覺得說 因為在想說他那個到底是什麼 把它弄成了 像我爸爸也想說 是不是用油漆把它塗上去的 使用四種顏色畫出熊大 兔兔等角色 在一公頃的稻田上奔跑了樣貌 場面超吸睛 28號開幕第一天就湧入大批遊客 沒想到人潮超出預期引來民眾抱怨 他那個動線可以再稍微再規劃一下 只是說因為現在人越來越多 天氣也越更熱 所以難免可能大家心情會有點浮躁 活動為期45天 除了彩繪稻田 主辦單位出奇招 將LINE的卡通人物印在紅豆筆上 扣除成本後 盈餘將作為社區關懷基金 主辦待會希望 這次的活動不只能讓全家大小開開心心 還能順便做愛心 郵件TV綜合報導